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饰演义无忧的朱正廷 我觉得她是忧郁 温柔 知道 还有就是气宇不凡 那是四皇子嘛 三郎没想过有一天 她能够当上黄这件事情 她自己也是被迫走上了这条路 唯一一个情感的寄托 也是她唯一内心中的一片劲敌 就是叶磊爽 可许的我 总是小心翼翼的 你笑了 我小心翼翼 可如今的那些 是我做的 不论我做什么 都不会让我心生 是永远爱而不得的女人 以后我们更想 我最欣赏的是她温柔且专业 她是那种特别金玉系的那种暖男 为了自己爱的人不停地付出 甚至夫妻生从来不会计算 也不会计算 我们的一个男孩 就是她不需要太多 在最后一场的时候 就是 她明明知道自己 其实是得不到叶凌霜的 但是呢 她还是选择去 即使她知道她去了 可能会死 但是她知道如果她不去的话 一点机会都没有 特别义无反顾地冲过去 对 应不有的眼睛里有故事 然后导演也说 我的眼睛里有故事 对 然而呢 我自己 有故事吗 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跟小猪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她也 她也跟我说 她看完那个剧本之后 她就觉得 我一定要来演那个角色 因为她觉得 她喜欢那个角色 一 二 登 三 二 五 every single candle 整个壁都 离青了 她这个事情 她真的是没说出来 直到 我们隐藏戏拍完呢 然后那个 那个时候她才 说出来 不然 他还要 弱弱地地方 然后再去 去跟那剧導演 说这个 能不能 可能明天不电威啊 要那歇一天 那我觉得特特别可爱的一件事情 其实他应该早就说的 一二三 有没事啊 没事啊 我觉得在这部戏是收获特别多 因为这一部戏让我 无论是拍古装还是拍戏 我觉得都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一个过程 然后也非常的享受其中 这是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的作品 和以及我们共同创造的孩子 然后希望他可以就是说非常的棒 然后也可以让各位观众喜欢